柳井靖在2016年的時間 福布斯評估他以146億美元資產排在全球57位 是排名最高的日本企業家 他給人家覺得非常有火 很有鬥心 所以他的經營理念 出了一勝九敗 他說我一向都敗開 但千萬不要輸到清袋 也不能輸到沒有現金 這樣也可以翻身 我越輸得多 即使我拿的寶貴經驗 歷練就更加多 我最後只要一勝 我不需要天天贏 但我最後要贏 這就是他的經營理念 以及經營哲學 我早年完全不知道說什麼 但是近幾年我又開竅 我又覺得真是對的 一一贏 你哪有個過癮 但最緊要不要輸就行了 但是最後尾 就要一勝 那一勝還要斑斑聲 這樣才有滿足感 不是為何要做這個生意 還有告訴別人 你做得好之餘 還要別人贏 這個很多事情 我都是取次於他 那本書的一些理念 一程說 當然 他當日來香港 真是取經的 但是他走出去 跟黎智英 談完了 不久跟他的支援 都不用跟他合作 那支援問為什麼 他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學 他懂的東西我們都懂 我們懂的東西他都不懂 那就走了 證明這個人 是非常有自信心 但是也非常低調 他錯了就能去錯 他說錯有錯著 真是不改 所以Unicl的名字 他不懂 有人說 他比一般的日本人 還要求高 其實不是的 他早年都是求什麼 求求其其 因為他都沒有 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但是他爸爸死了之後 給他一盤生意 他又不覺得這樣有得搞 他要麼不搞 搞當然是搞大他 所以一路搞 就一路借錢 一路搞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 要令到銀行覺得 借錢給他 完全沒有心理障礙 因為賺錢的 他要告訴別人 他是嘉年物美 所以最後他無可避免 就去了中國做生產 但是做中國做生產 他是不相信中國的橋市 所有的姿勢 每一個細節點 重要的點 全部都是日本人看的 不是不相信就不相信的 沒有什麼好說 這個就是他的執著 今時今日創業 你想想 喂 衣食住行 他就是選了衣 衣 但為什麼一定會買你的衣服 他會買到很高的水平 還要你覺得 加年物美 還有 他每天都有折扣 是啊 我是他的粉絲 我最喜歡買他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他這個概念是 為什麼呢 喂 你喜歡我的衣服 每天都要來 那時候還沒有網購的 他那個年代 他開店要大 為什麼呢 他要一條路服務 還有 在他們最大的專門店 原來有客製服務的 有些衣服 你買完之後 可以車張 轉樓 什麼都可以 總而言之物有所值 總而言之特別 還有 行都行到你 一定要從上面那一層 一路走下來 七八層 十三層樓 有什麼問題 這個叫做一定要大 貨品要齊 什麼碼都齊 還有 日日都有減價 還要把減價貨 放到最高那一層 你們的粉絲自己會去找的 是啊 下面賣的underwear 喂 59元 但他有一兩隻顏色 不是很賣得的話 他又放上特價 喂 19元39元而已 這個概念 在一些大城市 完全 function 他想的 所以這個人 是有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不是 隨隨隨的 不是踢到黃金 踢到石頭 就變黃金那些人 所以為什麼他值得別人尊重 他的經營理念就是叫做 一勝九敗 下次再講